對方已經換成區域防守了 再給AB,結果他沒反應過來 對,這就是AB 六進三分球 阿克爾拿十二分 這個傳球出現了失誤 上半場 鋼鐵人七次失誤 還好,還好 這個傳導 剩下六秒針 第一節就要結束了 還好,還好 現場的球員都在幫忙倒數 周一翔又是AB沒有來跟進 沒有跟進 幸好是沒有時間 四分之三場五永勝是比較困難 不過今天替補上陣的永勝 倒是拿下了五分 那吉爾貝克得到夢想家最多的七分 不過他個人有三次犯規 至於周一翔他的